张总好 小李 这怎么回事啊 张总 他是过来找刘经理的 找刘经理 找刘经理让他进去就行了呀 这苦苦啼啼的是干什么呢 可是刘经理交代过了 不让他进去 你就是老板吗 姑娘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老板 之前刘修龙问我借了六万块钱 可是 现在他电话也打不通 微信也把我拉黑了 你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他 我找他有急事 走吧 去我办公室说 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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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 谢谢老板 你说说吧 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老板 刘修龙跟我是同乡 去年他借了我六万块钱 说今年还 可是现在我怎么都联系不到他 他电话也把我拉黑了 微信也把我拉黑了 我妈现在生病住院 我又借不了钱 所以我只能来你们公司找他 可是来了你们公司以后 保安又不让我进 我在你们公司门口等了坐坐两个多小时了 我妈妈他 我妈妈他 姑娘 你先别激动 我给他打个电话 李总 人家看到那台车 什么时候给你满了 哎呀 这要什么急呀 我都给你定好了 喂 张总 喂 陆经理 马上来我办公室 我在外面考察是成的 我不在公司 我不管 现在立刻 马上 必须来我办公室 十分钟之后来不了 以后就不用来了 宝贝 等我一会儿啊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没事 他马上过来 你稍等一下 怎么了张总 这么着急让我来 你认识他吗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个转我门就没关系 你还一个人想想 你这么着急 还能不能让我 прич过 我可以帮我吧 我真的エ啊 你老板得帮我 他 depends 你怎么可能 牒着 船台湾 人 认识你 感谢观看 张总 这钱我会还给你的 好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 对 三天 如果三天之内你还不上 我们公司有律师 有法务 我有的是办法治你 他母亲的病 医院来治 你的病 我来治 还愣着干什么呀 筹钱去吧 做一件浪荡不羁的俗人 可笑用心都不知一闻 孤怜着烟雨 我爱你 你先别总的 我�로 算了 我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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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